圣经三分钟诗篇三十五篇 耶和华与我相争的 求你与他们相争 与我相战的 求你与他们相战 拿那大小的盾盘起来帮助我 抽出枪来挡住那追赶我的 求你对我的灵魂说 我是拯救你的 愿那巡索我的命的蒙羞受辱 愿那谋害我的退后羞愧 愿他们向风前的康 在耶和华的使者赶足他们 因他们无故的为我设暗设网罗 无故的挖坑要害我的性命 愿灾祸忽然临到他身上 愿他暗设的网缠住他们自己 愿他落在其中遭灾祸 我的心必依靠耶和华快乐 靠他的救恩高兴 我的骨头都要说 耶和华 谁能向你救护困苦人 脱离那比他强壮的 救护困苦困乏人 脱离那抢夺他的 35篇的一道诗节 这是大卫的一个呼求师 从诗人所描绘的苦况当中 我们发现他当时是被敌人包围 而这一首诗极有可能是 大卫面对扫罗追赶的时候所写的 不单单扫罗要锁他的性命 更麻烦的是 还有很多他从前的朋友 还要来攻击他 他们虽然曾经在困难当中 得过大卫曾经的帮助 但是在大卫自己落难的时候 他们居然成了他的仇敌 而这些人在大卫兴盛的时候 都很乐意啊 绞弱朋友嘛 但是在大卫出于逆境之中的时候 他们居然去追赶他 成为他的敌人 我相信我们中间很多人 都面对过这种光镜 我们中间好像不少这样的投机分子嘛 但是按照这样的背景 这首诗歌可以说是 大卫对扫罗所追杀的普通 说的一句话 什么就是 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施行审判 断定是非 并且观察为我伸冤 求救我脱离你的手 这是撒谋尔基上24章15节所写的 所以在这里你会看很有意思 诗篇一开始的时候 他就说 与我相争的 求你与他们相争 与我相战的 求你与他们相战 可见大卫并不怕敌人攻击 对于那些背叛他的所谓的友人们 他也没有心寒 因为他知道他有神的帮助 既然这样的话 还有什么好说的吗 就像保罗所说的 神若帮助我 谁能抵挡我呢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你面对朝底的攻击的时候 你要依靠神 你必须说 与我相争的 求你与他们相争 与我相战的 求你与他们相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